大家好 在我的太極家留組群 有個中師傅問我維修的擴音機 這次特地拍一段影片和他講解一下 情況是這樣的 我的擴音機是一個D類工房 它有很多輸入 跟大家講一下 有Aux 這個Aux 這個就是原底的USB USB是鬆了 那我就 要更換這個USB插頭 這個就是光纖 有10W 和低音炮的輸出 和同軸的輸入 這個就是喇叭的輸出線 在我維修過程是一波三折 左攪右攪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逐個跟大家講一下 首先我買USB 這個USB的配件 就是淘寶5個 一個多兩元 五顆 誰不知呢 雖然我買了那個USB的型號 但是原來他們的插腳有幾種款 這個款式就叫牛角 我之前買的那些就不對 要訂多一次 那裡又浪費了時間 那好吧 我買了USB回來 打算換 誰不知呢 在我拆機的過程 就是要拆這個 它後面有一個蓋子 就是喇叭輸出頭 插頭 那給我呢 弄得不好 因為很久沒有用辣雞 那些技術生疏了 被我辣壞了一些摺頭 兼且又辣壞了一些電容 這裡有些電容 被我辣壞了幾隻 看看我能否找到 給大家看看 那 又不是很嚴重辣壞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 一來 美觀程度有些影響 那二來我又怕 不知道會不會有影響 對它陰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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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這些東西又不貴 一次過換了它 好了 電容都找到出來 這些電容 那 哪一隻 這個 這個就是燒壞了 好了 那我又再塗多一次 買一些電容 那買電容呢 我打算一次過換 誰知道買回來的電容 那尺寸又不對 那我又去塗多一次 那我塗第二款 那誰知道塗第二款 就更幣 那我弄了這款出來 那很明顯 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腳距 就是那個針陰針的距離 太闊 又不對 我本來打算大一點 無所謂 就是可以塗進去 但是 誰知道原來買回來 這些腳是很硬的 就是很難塗的 塗不到的 那 又再買回一些電容 那 結果又買回一些 它聲稱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或者 德國 威馬 電容 這些紅色 這些紅色 那 那 因為那些 腳的問題 又不可以插回原位 它原本在上面 那 又插不回上面 那 要插下面 那 我就臨時搞到這樣 但是 都出到聲 我試過出到聲 那 好啦 那 我之後裝上USB插進去 那 但是呢 就應該噴得不好 那 我又要拆個USB出來 那 誰知道我拆的過程裡面 又不小心 扯掉了它的 這裏有些線 那 扯掉了 那 又大領落 又搞不定 那 要弄一些飛線 就是 弄一些飛線 飛去那裏 那 又要在淘寶遊 再訂過了 訂一些飛線 那 之前我又為了維修 買了一隻 熱風窗 那 又買了一隻 小型的電鋸仔 我打算 要改改一些東西 需要用到電鑽 那 前前後後都花了我 三百多元 那些電器 就是那個工具 那 那 這些就很便宜 那 剛才我說的USB 一兩元 又五顆 那 剛才我給你看 那些紅色電容 都不貴的 那 又是一個多一粒 幾毫子一粒 那 你買了都不到 可能 百元 都頂了 但是 運費又要我一百元 那 又有油費 還沒有雞雜運費 那 那 那 今天 終於我的東西到齊了 我為了弄這個 我還買了一盞燈 因為我發現我看不到 所以我要買一盞放大鏡燈 這盞 大家 這盞放大鏡燈 那 前後 都 都 都不停地 為了弄這部 不停地添置器材 左攪右攪 那 那 如果我不要USB 輸入 那 現在 那個 那個 這個 光纖 光纖輸入 是出到聲 的 低音炮 我不用 因為我沒有低音炮 那 同軸 我沒有同軸的輸出 那 我就沒有用過同軸 但是 其實那個板 是出到聲的 那 這個進度 到介紹到這裏 好了 謝謝各位